今天的故事 讓我們從主角阿葉開始說起 阿葉有幾個特色 認為自己沒有愛人的能力 害怕拒絕別人 即使違背真心 也想著要討好每個人 總是以偽裝的自己與他人相處 阿葉備受眾人喜愛 但他卻極度厭惡自己 甚至認為自己人間失格 失去生而為人的資格 阿葉到底經歷了什麼 讓他逐步走向自無毀滅 阿葉是日本作家太宰志小說 人間失格的主角大庭夜葬 故事中有許多 與太宰志人生重疊的事件 因此許多人認為 本書是太宰志的半自傳作品 在本書開頭 太宰志便寫下 唉 我的人生在羞恥中度過 大庭夜葬度過了什麼樣的人生 讓他覺得盡視羞恥 夜葬家中是當地望族 家境雖富裕 夜葬卻難以與家人真實交流 對於人類的行為 夜葬也充滿不解 雖然在他人眼裡 夜葬生活幸福 然而他卻自覺生活在地獄 他觸摸不了 旁人的痛苦性質與程度 也不明白為何人承受著痛苦 卻不發瘋 還繼續生活 他甚至不明白 人為什麼要吃飯 人不吃飯會死 這種話在我耳裡聽來 只是讓我討厭的威脅詞句 夜葬不但無法理解人類的行為 還懼怕著人類 即便如此 他也無法割捨對人類的感情 因此 夜葬藉由伴仇自己 引人發笑 勉威其難地與社會維持聯繫 對夜葬來說 這是他對人類社會 最後的求愛行為 只要讓周圍的人發出笑聲 要我做什麼都好 我曾經在夏天 在運衣底下 穿著紅色的毛線衣 在屋子走廊走來走去 讓家人們哈哈大笑 夜葬的生存之道 不只是伴仇 他更盡其所能地迎合家人 某天 夜葬的父親要出差到東京 一向嚴肅的父親 緊面帶笑容地問子女們 想要什麼禮物 並一一記在筆記本上 問到夜葬時 夜葬竟一時雨色 他心裡想著 一被問想要什麼 同時卻又什麼都不想要了 有一種念頭 反正什麼都無法令我感到快樂 不如放棄 父親看到夜葬默默不語 露出不高興的表情說道 你還是要輸嗎 檢草的四錢店 再賣一種新年武師用的獅子頭面具 大小差不多可以讓小孩子套在頭上 你不想要嗎 那就買輸吧 掌兄一本正經的附和 這樣吧 父親一臉掃信 一個字也沒寫 就合上筆記本 我竟然惹父親生氣了 實在是一個失敗的決定啊 害怕父親生氣的夜葬 半夜偷偷溜進客廳 拿出父親的筆記本 寫上了獅子頭三個字 我小時候常常不了解自己的家人們在想什麼 我就是因為得不到答案 又無法面對他們的尷尬 最後才會變成擅長引人發笑的角色 換句話說 我不知不覺就已經變成不說實話的孩子 後來他在東京認識同在美術教室學習的學員 庫木正雄 兩人及世俗稱的酒肉朋友 和庫木在一起 讓夜葬染上了各種不良的嗜好 日日過著浪蕩不羈的生活 有天他遇見了酒家小姐都庚子 正是夜葬第一次感受到怦然心動 並同意都庚子相邪跳海自盡的邀請 最後不跟子死去 夜葬卻活了下來 此事鬧上新聞讓家族蒙羞 關係變得更加惡劣 自此夜葬的人生不斷向下沉淪 雖一度因認識了妻子兩子 生活看似步入正軌 卻也因兩子的出軌再次墜入神淵 而後夜葬因治療肺病染上藥癮 而進入精神病院療養 他認為自己失去了做人的資格 人間施格 我已經完全不是人類了 本書完成之後 作者太宰治便投河自盡 彷彿未夜葬的故事 畫下了真正的句點 作為太宰治生前最後一部作品 人間施格給了我們什麼樣的提醒 戴著面具和他人相處可以嗎 身而為人是需要資格的嗎 想要更深入太宰治和人間施格嗎 就跟著青春愛讀書翻開這本書吧